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我是阿丽丝 今天又到了大家喜欢的穿搭单元 没错 我觉得用这样子跟大家分享我的购物开箱其实蛮开心的 那不知道大家看起来感觉如何 但我发现我拍片的速度一点也更不像我买东西的速度 因为我有时候会是一两件一两件买 然后就又累积了一些东西了 那有一些单品呢我就没有放在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如果想要看到更及时的一些穿搭影片分享的内容啊单品等等的话 可以去follow我的Answerin跟Facebook 那边真的会比较及时看到这样子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想知道我这阵子到底都买了什么衣服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款式 有兴趣的话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啰 我的身高是166公分体重是64公斤左右 就是63 65这样子这个幅度在那边跳 详细的身材所有的资讯我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 那包含今天所有分享的衣服单品连结价格尺寸都在里面 所以发文之前呢记得先点开来看一下哦 那我这边要说很多衣服单品 我不确定说现在的尺寸或者是单品还买不买得到 因为毕竟要搜集这些衣服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那如果大家想要找到一样的款式的话 可以刷刷他们的网站看有没有释出一些尺寸 如果没有的话就真的很不好意思了 真的还是及时一点去追踪我的IG 才可以比较快一点看到有哪些单品我已经入手 你觉得好看的话就可以赶快去购买了 首先一开始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一个 这一个呢是Miyuki Select的牌子 我第一次买他们家网牌 首先第一件就是他们这一个负5公斤裤子 当初这一件的时候我其实就很想下单 可是卖得太好都在预购 刚好这一次他们有补货我就一起把它带走啦 这一件呢它是这样很舒服有厚度的棉料 所以你穿起来呢虽然有一点贴身 可是呢它很硬挺 我觉得它做的整个版型非常不错 是因为它是做这样子宽酷的造型 对于我们这种下半身比较胖的人 宽酷就是一个很棒的修饰 我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膝盖这边不会到太窄 我如果想要让我的马鞍这里不要那么明显的话 这种方式就可以有很棒的修饰力 所以这整件在于腿部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顺 腿部前侧的地方有做一个这个线的造型 所以呢在视觉上面可以看起来更修身 这件小可惜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做口袋 它的拉链呢是做侧开的这种隐形拉链哦 是这种的 所以大家在穿的时候不要想说 哦我怎么拉不上来 旁边的拉链记得拉开 然后呢腰部地方有做这样子 微微的大概五公分吧 五公分的宽 所以在收腰的部分呢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腰这个地方 就是拉链拉起来的这个地方 有一点稍微的刚好就是舒适而已 所以如果有想要再找这类型的单品的话 这件负五公斤裤子是真的可以考虑的 但是呢它有没有负五公斤 这一点就余带保留 因为毕竟它是比较贴身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就是 小腹的地方还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建议可以搭配一些比较长版的衣服可以遮盖 或者是你就稍微用衣服去扎啊 让它有个修饰的效果 但这一件穿起来真的料值啊 整体的版型我都很满意 再来我上身搭配的是这个 他们的短板削肩背心 我这阵子真的超纸迷这种背心 有可能是因为夏天吧 那这件背心呢 它很可惜的地方是 它只有两个尺寸 就是S跟M 那还好我上身基本都穿M的人还可以 那如果呢 你要是要穿到LXL的人的话 我这个旧布推荐给大家了 再来你的肩宽 如果是像我一样比较一般人的肩宽 我觉得还可以 如果你是比较后背 或者是肩比较宽的人的话 这个背心你也要直接pass条过 它穿起来就是短板的长度 我觉得很适中 然后整体的修饰力我觉得也很好 就是一个很欧美式的肖肩坦克背心的型 我很喜欢 所以我一次包了两个颜色 这件的质料我觉得厚度算是适中 很舒服的棉质 但是呢 它撑起来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微透 如果你是穿这件浅色里面 穿那个黑色那衣的话 还是会有点微微透出来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小性感的感觉 所以如果大家怕露出来的话 建议浅色的里面 还是搭配浅色的内搭会比较好哦 再来下一件呢 我也先分享一下他们家背心好了 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我那时候就很想说 啊 插一件凑个棉韵 那我要戴什么 我就看到了这一件 它是有做这种滚边的 它只有黑跟白是做跳色 灰色的话就是整件是灰色 那这一件背心呢 我觉得它的版型也做得很不错 它的长度比刚刚上一件 我分享的这个再长一点点 这件的话就是你要搭配高腰裤 会比较适合 这一件的话 你就可以稍微微微的扎进去裤子一点点 然后再来这件弹性啊 质料我也觉得非常舒服 但这件的材质就跟上一件不一样 上一件是整个平滑棉料的 这一件呢 就有做这样一条一条的螺纹 仔细看一下它的削尖位置 我自己觉得做得很不错 就因为这边你看到 弧度够 所以它有完全遮盖掉你的腹乳 但是缺点就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脖子这边窄了一点 但是这是它的款式造型设计 我也没有说什么 但如果你是肩膀比较宽的人 这件反而会显你的肩宽 因为照理来说它应该要宽一点点 才可以修饰肩膀这边 所以呢 这件的版型 大家也可以稍微自己去考虑 决定一下 适不适合你的身型 再来下一件一样 也是Miyuki Select的裤子 就是这一件西装裤 绑带的西装裤 我觉得这个绑带真的太好看了 今年好像蛮流行这样子的元素 不管是坐在上衣还是裤子 都有这样子绑带的元素 我自己很喜欢 这一件裤子也非常非常好穿好看 因为穿这种宽松的 宽板裤管的西裤 我要的效果就是松松的 我不希望它太贴腿 这一件完全就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再加上这个绑带 你上身如果穿这样比较贴身的衣服呢 它就可以有个显腰身的感觉 所以这件裤子 我就会建议大家上身搭配这种贴身 或者是短板的衣服 才可以凸显这件裤子的特色 那如果你本来就穿比较宽松的话 其实你穿一般的西裤其实就可以 没有必要特别去买到 就会有这种绑带的元素在了 那这一件绑带呢 我就会从前面绕一个叉 然后再往后打结 然后后面呢是做两个假口袋 前面的口袋的话就是真的 整体的裤长裤宽呢都很棒 完全都没有让我的屁股啊 大腿啊 横衔腿跟臀型 长度的话以我166公分来说呢 会落地哦 如果没有穿跟鞋的话 它是会有点踩到的 所以如果个子比较娇小的女生的话 就要去改裤长 那如果你跟我身高差不多的话 你就建议搭配个跟鞋或球鞋 就会超级好看 质料就是这种比较西装布料 但是它不是厚的那一种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穿起来呢 我觉得也还是OK 一路要穿到秋冬 我觉得也OK啦 因为现在冬天也没有冷到那种程度 再来就进入到我的爱牌之一 就是对于大骨架女生 比较肉肉身材女生 我们旅行身材女生 非常friendly友善的品牌 Where to eat 这次我要分享他们家单品 基本上都是我的包色款 但我不确定他们家这些单品 还买不买得到 因为我只能说太热卖了 大家都很喜欢 所以尺寸一定有点蛮不齐全 但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 不管怎么样 因为未来如果你在买衣服的话 你也可以参考这样子的版型款式 去做你的衣服挑选的选择 首先就是他们的 削尖背心 没错我把四色都包了 这四个颜色 没有一个颜色不适合我 每一件都超级无一好看 那这个削尖背心呢 我拿这一件来跟大家示范好了 因为比较明显 这件绿色正是当初他拍影片 我第一个就是决定要这个绿色 因为这绿色真的是 好显气色 我有朋友来我家里试穿这个颜色 他的肤色是比较深一点点的 然后跟我的色调也不太不一样 他以为这颜色他穿起来会灰灰长的 结果也非常的好看 所以真的不用担心说 你的皮肤比较深的人 会不会没有办法驾驭这个颜色 不用担心 这衣服的颜色 可以让你的整个人跳出来 我们先来讲一下他这件削尖背心 这件削尖背心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领子这边呢 坐的是够宽 所以不会让你有种勒脖子的感觉 因为很多学房 不知道为什么这里都要坐这么小 是怎么回事 这里真的是 所以他这里坐得很优秀 再来就是他的削尖的位置 这个地方真的是完美遮住你的妇乳诶 所以整件版型真的是 除了优秀之外 我真的是 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的很好穿 然后他的学房材质呢 厚薄度非常适中 内里也有做一个衬布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 里面如果穿的是 深色内衣会走光这件事情 但如果你穿的是 白色或杏色这两个颜色的话 我一样还是建议你穿浅色的内搭 然后后面是做这样 有一个扣子 再加上隐形拉链 所以穿脱上面其实我也觉得蛮方便的 有时候我懒惰我会连这个扣子都不扣啦 反正他也不会掉 影片中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红色跟白色呢是M号的尺寸 他们穿起来呢 胸这边会稍微比较合一点 比较刚好一点 然后整个身体的松度不会那么的明显 绿色跟杏色这两个颜色我就穿的是L号 所以整体的松度会再更明显一些 如果你喜欢扎衣服有那种松松的感觉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搭一个尺寸 尺寸方面呢 这边就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这四个颜色大家比较喜欢我穿哪个颜色呢 还是跟我一样觉得我四色穿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哦我不想要这么多颜色的话 我可以建议你白色杏色挑一款 红色绿色挑一款 就是有一个比较基本安全的配色 然后有一个比较亮眼突出的颜色 这样子的话你在穿搭搭配上面 也可以有比较多元的改变以及搭配的方式 再来搭配wear2e他们家的衣服呢 另外一个包色款就是 他们搭配就是这个衣服的 西装短裤 这个短裤就是我会穿的 那这个的版型我也觉得 对于我们离型身材人非常非常的friendly 那我的尺寸都是挑选L号 因为这一款的尺寸是偏大的 但这个好像真的已经买不到了 大家可以不定时去刷刷他们的网站 看看有没有试出一些尺寸 好这一件呢它是做这样子反折的 那反折对于我们这种粗大腿的人来说 就可以很棒的修饰 因为这一节你就可以看得出 裤管比较松 裤管比较松就可以营造腿比较细的效果 再来呢它侧边这边的裤长 臀这边的形状不会飞起来 它是顺顺直直的 可以让你的两边马鞍的地方 变成很顺很直的样子 裤挡也够长 所以也不会让你的内侧这边那Q很高的感觉 腰部呢也有一定的松度 因为这件我说嘛它板型比较偏大一点点 所以呢你扎衣服也是一个非常好看舒适的样子 再来裤子前面的打折呢也可以修饰大腿的地方 所以这件我真的是超级喜欢 反正我不管我就是介绍 然后大家未来要找寻这样子的衣服 也可以以这样子的版型 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于挑选的参考之一 再来这件裤子呢我之前已经分享过了 但我还是想再推一次因为我太喜欢 然后呢在他们八月份第一档直播的时候 我就穿这件裤子去刚好 完全都能配他们这一次所有所有的衣服 真的很好看就是这一个 完美小直筒牛仔裤 这一件裤子是当初我们六月份 新品上市他们一周年的时候 我们有去帮他们拍照 这时候就有推出这件裤子 我真的就很喜欢 这件虽然它不是到高腰 它是中高腰的裤子 可是呢对于搭配这种 学访的上衣啊或者是一些背心啊 上身稍微长一点的衣服呢 都可以有很棒的搭配 它的裤管呢整个让你的腿型看起来很直很修饰 那它也是有分大腰跟小腰 我挑选尺寸是小腰XL 因为我的腰尾比较小 可是我的臀尾要穿到XL 但整件呢你可以看到就是 全部都非常的顺 屁股也不卡 臀部也不紧 整个就是顺顺顺到一个不行 如果想要找一件完美修饰好穿好搭的直筒牛仔裤的话 Ware to eat这一件完美小直筒牛仔裤 真的不要错过了 再来下一件呢是这个 Mercy Tutu的两件式的背心 加上它的一个小外罩 这件有非常多的颜色 我挑选是一个比较夏天的黄色很可爱 那尺寸部分呢 因为我怕M号我的腰这边会太短 毕竟我的腰还是蛮有肉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L号的尺寸 那大家可以从影片中看到说 其实L号我整体就是这边都蛮刚好的 长度呢也会落在一个我非常安心的地方 那影片中有看到黑色肩带 对因为我懒得换成就是无肩带内衣 我就直接直接穿内衣 然后让它就是露出来了 我觉得没擦 但它的肩带是做这样子弹性 然后细肩带就有非常非常的欧美 然后它的布料呢大家仔细看 它是做厚的 两层的哦 很厚 然后做两层 所以对于整体身体的包覆性非常的好 那这个背心大家也可以单穿搭配牛仔裤啊 或者是短裤都可以 那它的外罩呢就是一件可爱的 一样是这样子同样材质的罩衫 然后是做这样绑带的 再来就是它的外套袖长也非常非常的长 就是有一种萌袖感 这整件其实我算是穿起来非常的满意 再来 这一件呢是来自Menloco的棉裤 这一种没有缩口的棉裤呢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棉裤 穿起来就是一种比较街头率性的感觉 我自己会依照状况去选择 到底要做有缩口还是没有缩口棉裤 不像有缩口的话我通常会拿去跳舞 因为比较不会容易就是绊到鞋子或怎么样子 有时候在家里缩口要临时比较热啊 拉到小腿也蛮方便它也不会掉下来 但是这样子宽裤型的棉裤呢 还是有它的风格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那刚好看到Melo推出这一次有这个 比较灰麻灰色的感觉 它的底色是白 但是它有掺杂那个灰的那个颜色在里面 所以不是到全灰也不是到全白 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我的尺寸是L号 我觉得它的L算是正常 可是我觉得腰的地方有点太小了 现在是我穿过几次 所以它这里被我撑得比较开 因为它这里是整个裤头都做全弹性的嘛 所以呢这里呢它还是有一点空间的 只是你刚穿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的腰肉这边好像被 有点缩起来的感觉 再来它的裤管这里是够宽的 所以大腿这边也不会卡 长度也非常的OK 我166公分是有落地的感觉 但这一件宽裤有个小缺点就是它的裤裤 它的裤裤对我来说有一点太短了 虽然它的介绍是说它是高腰绵裤 可是呢我穿起来就会变得比较中腰感 因为如果拉到真正高腰的位置 我的这边就是妹妹的地方会比较明显一点 加上这一件又是灰色 所以我真的不能拉到真正高腰的位置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小腹比较明显 所以它的那个弧度需要的那个宽度跟长度就比较多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比较可惜 希望未来它们可以改善这一点啊 希望胆可以再稍微再长一点 整体的材质质料啊 厚薄度非常的刚好就是 夏天在穿的那一种黏裤 然后又有口袋 我整件是喜欢的 所以我还是有留它 而且再加上我现在穿的这种背心啊 像我那个前面介绍的Miyuki Select的背心啊 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既然讲到鞋款呢 就来跟大家分享说 我影片里面有穿到没有介绍过的鞋款 黑色那一双呢就是D加F的鞋子 那我的咖啡色这一双跟鞋呢 这一个就是来自ANCE的鞋款 那它们家的鞋款呢 我真的都非常的喜欢 就是你有实际穿过踩过之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它们家鞋这么的好穿 这一双呢还有其他的颜色 但我挑选的是一个非常实穿白 百搭的咖啡色 然后我挑选尺寸是39号 因为我的脚比较长 我不希望我的脚趾或脚跟露出来 但这双39号呢就可以完美的 就是让我的脚穿起来就是 你知道吗 灰姑娘的玻璃鞋那种感觉 那ANCE它们家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们的鞋垫 它们的鞋垫是采用真牛皮制作的 然后呢可以看到这边鞋垫的地方 有没有厚跟软 再来还有脚端前面这边 它也有做这个厚垫 所以你知道你脚趾头这样踩进去的时候 真的很柔软很舒服很减压 很多鞋子在前面这一块都没有做这个垫 所以你知道吗 你在穿久这种有跟高的鞋子的时候 脚会一直往前冲往前冲往前冲 你知道脚会比较容易痛 但这一双穿起来真的很舒服 再来它的跟高是做这样六公分 然后再加上一公分的那个弹力的垫子 所以差不多走起来的感受度大概是六七公分 它还是做这种比较宽扁的粗跟 所以整体走起来真的是很稳 而且这种高度呢 可以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比例更高挑 然后也看起来很修长 这种鞋子其实我觉得可以一路穿到秋天 因为秋天还是有很多搭配西裤啊 或什么都会非常的好看 再来下一双呢 是我平常自己最常穿他们家的鞋款 就是老爹鞋 那我上一双是全白真皮的老爹鞋 大家可以去看看 之前的影片介绍 我会把连结放在这边 那一双呢出镜率真的真的非常霹雳无敌高 我不知道要穿什么鞋子的时候 我就会抓它 因为不只它穿起来整个柔软度舒适度非常的刚好 整个脚型看起来可以很修饰 也没有老爹鞋那种厚重感 然后又有一点微增高 所以整个人的比例看起来非常好 所以我超级常穿它 这次呢我又入手了一双这一个老爹鞋款 那这个鞋款呢就是会比较运动风的感觉 这样子款是我比较没有嘛 所以我想说有一双这个呢搭配现在的棉裤啊或什么都会非常帅气好看 先来看一下它的鞋面 它是做这样子的透气网布 所以你穿起来脚是非常非常透气的 然后整个配色呢是走灰色跟白色很单纯漂亮干净的颜色 整双鞋我不会重很轻 所以你不会让你的脚有种穿很重鞋子的感觉 鞋跟的部分呢这边有增高5公分 里面的软垫呢也有1公分 所以差不多有6公分的增高 我觉得这个高度喔你踩起来是真的非常有感 但完全不会影响你走起来的舒适度 它前面楦头这边其实算是蛮宽的 所以对于脚趾的包覆性很好之外呢 也不会让你的脚很痛 我刚开始穿的时候稍微紧一点 可是因为这种老爹鞋本来穿久就会松一些 所以大家真的还是要稍微度过一下那个过渡期 但我穿出去一天是没有脚痛的 只有从刚开始比较合脚习惯一点 到后面就是有比较松舒适的感觉 那它这里后跟呢也是做这样子的软垫 所以穿起来也不会磨脚 这双真的超级无敌舒服 然后那里的软垫呢也是做真皮的 那整双的风格就是走这种比较运动风帅气的感觉 如果大家要再找这样类似鞋款老爹鞋的话 真的要参考一下X他们家的 因为真的是穿起来真的超好看 如果大家对于X他们家鞋款有兴趣的话 欢迎使用我的折扣码 Alice95可以提供给大家95折的优惠 那是不限鞋款的 所以大家可以上官网去挑选自己喜欢的鞋款 那详细资讯都在资讯来 有兴趣的话就点开来看啰 今天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近期购入的穿搭单品们 是不是都非常的好看 我自己好满意 买了真的是很满意又很喜欢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 如果想看到更多即时新品美妆开箱 直播旅游创达以及更多即时生活动态内容的话 记得去追踪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哦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这影片按个赞 有任何问题的话 底下留言告诉我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别开启小铃铛还有全部通知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